这种证明是他们是一个小雪的错误 而不是一个犯罪 好 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创 接下来还是讨论到美中关系中的两个决定性的人物 习近平和拜登 那么他们两个很可能 将未来几天就会有一次新的电话的沟通 那么无论是俄乌战争问题 台海问题 还是美中之间的在高科技高精尖上的角力 都是可以展开谈的 但是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轻松的话题 都是烫手的山芋 那么根据习近平和拜登两位国家领导人身边的 尤其是根据不知名的知情人士的透露 美国和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天安排拜登和习近平进行通话 这两个人上一次通话是在2024年的4月 两人是在2023年11月在加州的乌塞 曾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会谈 那么安东 这个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是在9月27日和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之后告诉记者 中美双方都强调有必要保持中美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 那布林肯上周在纽约也表示说我们还一直认为领导人的沟通很重要 我完全预计我们将在未来一周和几个月内看到双方的通话 那么无论是俄乌战争问题还是说这个建国75周年还是台海问题 其实都是可以展开聊的话题 但是他们聊什么 我们是在没有办法事先知道的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往年美国他的国务卿都会在中国国庆的当天 向习近平致贺电 今年布林肯则做了一个一反常态 他是隔了一天之后才向习近平表达了一个国庆的贺电 这个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是不是这个布林肯忙太忙了 把这个重要的日子给忘掉了 突然想起来是晚了一天才及时弥补 这个也是在过去十几小时里 大家关注到的一个新闻点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和拜登能谈什么 还是说这个只是所谓的一个老朋友之间的 可能是倒数第二次 倒数第一次的一个电话沟通 还是说他们之间还是能够达成某种 有实际意义的一个联络 以及布林肯为什么特地隔了一天 才向习近平致贺电 这个是在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一个中美之间外交的小插曲 这个怎么看何斌先生 我觉得布林肯国务卿不发贺电无所谓 现在也不需要那么的讲这个仪式感 当然了 国与国之间如果有一个 这个外交的正常关系 或者是由于某一些原因 必须要比较表示友好 什么节日啊 表示一下慰问啊 灾难出现表示一下安慰啊 那么这也是呢 这个是一个完全的官样文章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 那么习近平好像当选这个中国总书记 美国也没有着火嘛 对不对 好像没有吧 大家我们的观众知道吗 对不对 那你觉得影响了习近平在中国的权力吗 影响了习近平在国际上的这种地位吗 影响了中美关系吗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哎呀这个只有 有时候觉得自己需要别人来背书的时候 这些礼仪性的东西就变得很重要 其实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意思 对吧 逐货也好 不逐货也好 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关键就是美国和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竞争关系还是互相拆抬关系 是互相捅刀子 还是这个见面三分钱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没有确定 现在班农总统他本来有这个机会 来重新定义美中关系 其实也是重新定义世界的基本的指使 就是说在冷战结束之后 亚洲的安全框架和全球的安全框架 确实在产生某些变化 但是班农总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美国的外交家 他在国会期间主要就是负责外交事务为主 相当一段时间 我早几天还看到他当年去苏联的时候那个样子 多么年轻 英俊 在卡特还是谁当总统的时候 郑小平过来访问 班农总统还在旁边是个小伙子 一转眼 就变成了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没什么 我的很多朋友是老人 一样的保持清醒的判断 一样的学习新的世界变化的各种认知 怕就怕老人变成自知 就是说我有经验 我有看法 我有我的一些确定的东西 班农总统一方面 他是一个和尔可亲的一个邻居大叔 邻居大爷 见到他你会感觉没有那种压迫感 他是比较的和气的一个人 但是另一方面呢 听说各个美国的一些媒体的报道 他脾气很大 非常的固执 非常的不容易改变 这就造成了现在他的政治的遗产 在外交上要说起来真的是比较难说 俄乌战争这样一场曾经 信心满满的战争现在搞成这么一个东西 西方的媒体开始都说 现在乌克兰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候 加烧战争现在演变成为尼巴嫩 又加上伊朗 美国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的吃力 非常非常的难扮 那么当然昨天他的表达就比较清楚了一点了 反对以色列去打击伊朗的核措施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是包括美中关系 这些年的政治的对立根本就没有减少 反而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但是另一方面呢 美中的贸易又在增加 这种矛盾的关系你怎么去确定 那么我觉得班农总统也好 习近平也好 两个人基本上就是 那种友情之前的见面就白白的浪费了 也白白的丧失了一个机会 双方真的是很认真坐下来 不是去谈这些鸡毛双皮的事情 鸡毛双皮的事情交给这些国务院也好 国家安全也好 商业部也好 财政部也好 他们就处理就可以了 两个领导人在一起 应该不是谈问题 真应该谈一点哲学 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世界确定清楚 你就是这个地方出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 那个地方出一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 哎呀 那就不是国家元首应该做的事情 国家元首应该有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要把美中关系定义得更加清晰一点 中共坚决不承认我们不是竞争关系 那中国也没办法讲清楚 那你中美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那美国说是竞争关系 你觉得现在像竞争关系吗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互相拆台啊 对不对 但是互相又站在一起啊 所以这些关系定义得不清楚 不清楚 我们每一天啊 学习啊 尽可能学习 这些美国最聪明的人 他们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那中国呢 也是有一批人 这个 这个 也在思考 也在讨论 当然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弱很多 美国的知识啊 这个思想要丰富很多 但是即算是 丰富很多 也没办法定义清楚 早一段时间 还居然出现什么新冷战 这种词 我就觉得很搞笑了 冷战就冷战 你别的一个新冷战啊 那你说习近平要下台了 有人就搞了一个叫 号习近平时代 那你就直接说习近平时代 下台了嘛 新和号这种词啊 不是你没有思想力的时候 随便滥用的一个词 你怎么冷战 你告诉我 你怎么冷战啊 怎么冷 怎么战 对吧 你怎么进 怎么争 这东西都不清楚 时间已经是到所计时了 没有多长时间了 所以呢 这个两国的元首 希望他们呢 事实有情 尤其是到密鲁 或者是巴西 还有一次多机会见面 少谈事 多谈心 这个 以后看看班农总统能不能退休之后 中国能够再邀请他去中国看一看 玩一玩 对吧 那么这个习近平访问中美国 看样子短期指的是根本不可能 那么双方还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况 但是大家的期待也急剧的减少 我不知道多少人还在期待他们两个人 会有一些突破性的这个进展 除非是班农总统和习近平突然醒悟过来 我们应该交代后人一些想念的东西 不能就这么莫名其妙 伟大的友情这么浪费了 对吧 但是应该这种期待很小 包括美国的这一次的这个副总统辩论 有些人很亢奋 我昨天看了一个数字 我就觉得很正常 比上一次的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少了两千万人 两千万人 如果在几年前 前向当年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 他们来进行会谈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那都是片天片天去看呀 哎呀这两个人谈成什么 谈得好 江泽民很得意 今天这个 至于美国给了我们几辆摩托车 开到 开到肯尼特机场 中国的外交官一个一个康奋到一塌糊涂 那个时候的卑微啊 那个时候美国给你一点点摩托车 你都会激动半天 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已经很难相信 两国的元首会在这些根本性问题 有一个大的突破 美中关系正在运用一种可能性 要么就把情况搞得更糟糕 大家觉得呢 到底了 就要回升 要么呢 就是未来的领导人 有特别性的想法 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这个美中关系 或者说呢 重新定义这个世界的这个秩序的基本的核心 现在谁都很清楚 对吧 美国的这个最高的外交官之一 就是国务院的这个常务 常务这个副国务卿 和好几位这个人的这个讲话 我都觉得讲很有道理 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 但是美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有没有想清楚 美国这些事故天天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期待着美国的这些聪明的思想家 他们真的是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当然了有一些人啊 这个流传了美国的一些大学的教授的这种讲话啊 什么芝加哥大学啊 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啊 这个我是没有看 但是我是听大家跟我讲了一个片段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真正的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时候 真正需要的是两国领导人有一点点哲学思考的能力 好感谢何彬先生的对于习近平和拜登两人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那依然是要感谢今天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青山感谢甜点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